要找到能夠一起對贏的人 就是一杯不能解決 就喝兩杯 還有詩的意境 我覺得它有很銅趣的含義在裡面 然後也有鶴棒的設計 最主要它又結合了這個鑽石的瓶身 金身相伴 這個金是水晶的金 還有這個斯華洛士吉的這個水鑽 水鑽有110顆 這瓶身就很值得收藏 在家裡也可以是一個裝置藝術 比翼鳥的設計就有點像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風雨 我們兩個互相扶持 就算我們是在大自然裡面 這麼小的一隊 有個人陪伴你總是覺得有無比的力量 可以對抗 這個很重要 人生到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找到不同生活的方向以及重心 你看三年坑到這個叫場 跟你說那種新酒 就完全是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像我們只要 現在只要手碰完一起 就會覺得很高興 幹嘛噴口水 晚上的時候沒有人打擾對著天空 兩個人就互飲一杯 叫場高粱 對 就是一杯不能解決就喝兩杯 第二杯 而且我覺得很 我真的起雞皮疙瘩 就很浪漫的是這個酒是520夢 520我愛你 然後也是5月20號的下午5點20分 開始灌裝 沒有5點20分是我自己加的 對 一起對應 今生相伴 就一起對應 一起對應 要找到能夠一起對應的人 就是我覺得今生相伴 然後是不離不棄吧 祝福所有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